看看我的想法 因為剛才大家也是印象最深刻 其實最近幾年來 我一直引爆很多台灣中小企業在建立品牌的一些過程 其實我現在也不需要再講太多說品牌重不重要 這些事情其實大家都知道重要 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在說 品牌到底要怎麼建立 建立的過程到底要怎麼來做 其實我常常聽到一些例子 比如說有些公司會說我以前做OEM 我做ODM 做到現在我發現 品牌廠商隨便mark up上去 就可以三成四成的毛利 我們做OEM毛三道四 其實都非常辛苦 所以我要做品牌 但是我常常問他們是說 你要做品牌 但是你對那個市場了解了嗎 你真的清楚的知道 雖然你有幫人家做 你也大概知道怎麼做這個東西 但做這個東西就好像剛才85度C的例子一樣 我們麵包我相信台灣廠商很會做 但是很會做是我們的想法 你到美國去的話 如果你在美國待過的話 你會發現美國大部分的麵包 用台灣人的角度來看都是很難吃的 都真的很難吃 非常非常難吃 你就會想說這個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難吃的麵包 但是坦白講你如果拿台灣麵包給美國人吃 很多美國人還是不會喜歡吃的 所以我們的 我們所謂的建立品牌呢 當然後面的知名度 後面的很多很多東西 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常常問我們很多中小企業是說 你真的了解你的客戶了嗎 你真的知道這個東西真的他們要的嗎 我們來看一個 不管什麼品牌 它能不能成功 其實這幾件事情都非常重要 第一個 你的產品概念夠不夠吸引人 像剛才85度C的例子 評價的奢華 那這樣子的概念 其實坦白講 我們當然都會很喜歡那個蛋糕 那個咖啡 都是五星級的 這聽起來都是非常非常美好 這個idea真的很棒 我們都會想說 嗯這麼好 那我應該去試看看 但是 我們很多時候 在行銷的過程當中 是over selling 就是我們的產品坦白講也沒那麼好 我們東西也沒有這麼好 那當你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你第一個selling 或許是成功 但是你沒有很好的產品在做 把這個promise 把deliver 這個產品 這個品牌還是不會成功 或者是說 像剛才的85度C的例子 如果我們很自大地認為 我們的蛋糕 台灣人喜歡 到中國大陸去 大家也一定會喜歡 或到美國去 大家也一定會喜歡的話 那我們就用台灣的蛋糕 蛋糕或麵包 到那邊一定要把它推上去 我相信也不會有今天的85度C 剛才的個案裡面 你可以看到 他們的廚師在那邊 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 就在調那個味道 剛才我 大家應該有聽到說 加三成的甜度 聽到這句話 我們都差點一聽了 我們都聽到甜度 我們都不太很喜歡 為什麼在美國人家喜歡甜度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行銷 不應該用我們的 supplier的角度來看 我們的idea不錯 我們的 promise deliver 並不是用我們的角度來看 而是要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 當我們這個做完之後 我們還要做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的客戶被我們的廣告吸引了 對我們東西吃完之後 感覺也還符合他的需求 五星級的產品價格也還OK 那你還要給他有不斷使用你的理由 我們有很多很多產品 雖然我們用完之後也不錯 但是沒有太強的說我一定要去repeat purchase 這樣子的品牌建議 還是不能夠算成功 我用幾張圖來做個例子 這是我們最常看到的 不管你是來自哪一種公司 像一集我們在PMG呢 不管那個產品差不多都長這樣 我呢 剛開始知曉度低 我把它做廣告或做任何的event 把它打上去 很多人知道 對我 因為我的concept很喜歡 對我的品牌 五星級的產品的品質 但是呢 價格這麼便宜 所以我就跑去買了 買完之後也蠻多人感覺他不錯 不錯呢 那就會慢慢慢慢累積到某程度 但是呢 到某個程度之後 我們競爭對手也出來了 或者是我們的顧客用我們的東西之後 發現 喂唷 大部分的消費者 尤其對這種便利品呢 他常常就是 哎呀改來改去 欸現在85都市出來了 然後下面另外一家 又開了另外一家 欸又去試試看 那你會看到 如果你後面沒有很好的marketing的行為的話 你的業績呢 事實上會慢慢下來 所以我們行銷人員很大的動作在做什麼事 其實初期是在創造知曉 晚期是在創造repeat purchase 要讓人家 重複的購買你的理由 那重複的購買理由 很多時候也附近是用價格策略 而是用很多很多marketing的策略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再多談 這是一個最普通我們看到的 假設你的產品呢 也deliver your promise 但是你的顧客或許不會那麼忠誠 那這樣是長這樣子的 其實我們最怕的是這一種 我們最怕的這一種就是說 我們行銷人員跟生產部門 跟我們RD部門是分開的 行銷部門拼了一群很會做sailing的 很會做廣告 做得非常非常美好 但是呢 東西出去呢 大家用完發現都在騙我 尤其是我相信如果85度C的蛋糕 85度C的麵包 吃完真的是很難吃的話 我相信不會有那麼笨 還會難吃 我們看到很多的業績呢 當他的廣告做得非常好 或者是一傳十、十傳百 數位上去沒有錯 但是假設他的蛋糕 他的麵包 基本上沒有發deliver your promise 的話 這業績一定會下來 國際型的大公司 像以前我在建所 這個劉老師是我以前的指導教授 所以今天一定要來 因為我剛12點半 才我們那邊EMBS下課 馬上衝過來 不能不來 那以前劉老師教我們的很多東西 後來我到皮眼睛去 我發現原先我一直認為說 皮眼睛是廣告做得非常好 結果不是 你知道我們大部分的時間都發在哪裡嗎 我們大部分的時間 一個出一個新產品 單單要出一個攀亭 91年的時候出攀亭 那個過程差不多花了兩年 兩年 剛才那個做了好幾個月在做麵包 做洗髮精 皮眼睛這麼多formula 為什麼在台灣有什麼問題呢 結果我們花了兩年 單單在測什麼 在測什麼樣的 setting point大家會喜歡 第二件是 測那一罐洗髮精大概用完之後 會不會再重複購買 你要想說一罐洗髮精好像很簡單 其實不容易 第一個 我們台灣的女孩子 第一個 如果你廣告看得不錯 跑去買 那買了第一個動作 先聞看看味道對不對 你去賣場看看 先打開看看味道對不對 味道不對的話這個就再見 第二個回去洗完之後 洗完之後 他會不會感覺他頭髮是不錯的 如果大部分不會感覺 感覺好的話 這個產品就算我們很努力的 花了好幾億的錢 把廣告打上去 他最後還是得要下來 這種產品皮眼氣不錯 我後來有好幾個同學 學生呢 到江森的江神 聯合力華 其實他們每天在做的事情 都在做這件事 就是我任何上任何新品牌上去 我要make sure我的產品 是不是至少 至少要像這樣 那最好呢 也不是 就當然一定不要這一張 最好要像這樣 就是我上去之後 我第一波打上去之後 我還有第二波carry on上去的東西 可以讓他們有忠誠的理由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談的是說 品牌的建立 當然我們第一個要去思考的 所有的foundation還是在於產品 但是一個生產OEM跟ODM的廠商 常常會誤解 產品我們很會做 人家叫我們做王王做的不錯 人家叫你做的做的不錯 並不代表你到市場去消費者 真的就會喜歡你的東西 因為P&G這麼 國際行銷這麼有經驗的公司 他在出任何新產品的時候 他會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做很多消費者調查 來make sure 這個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我記得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說 我去的時候看到我們有一本 有一本台灣嬰兒的研究 那本嬰兒的研究呢 我可以知道台灣小孩子 剛出生的時候 腿的寬度平均是多少 走長 然後到一歲的時候走長是多少 三歲的時候走長是多少 你說要知道這要幹嘛 當然有一個關係 我們在賣幫寶石 我們要保 確保他是不濕不露的 如果幫寶石回去穿完之後是 會濕會露的 我相信意義真的 那個你在努力的把它做很多廣告上去 它意義並不是很大的 所以 所以當我們有一個好的產品之後 品牌 所以第一個階段我還是認為 要做品牌的公司 第一要make sure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你的客戶 當我們了解我們客戶之後 當然再來 我們第二要做的是我們 4P裡面的所謂的知曉的創造 那剛才85度C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當我們公司大的 像PMG這麼大公司 SK2出來的時候 一年可以紮四五億做廣告 那我相信沒有台灣其他公司可以做這種事 那我們做的是異業結盟 我們跟一些報章雜誌 跟一些PR的動作 讓我們在最低的成本的時候 讓人家了解我們 尤其是做 做像85度C 第一家店開的時候 如果就跑去做電視廣告的話 那真的是很好笑 因為 你就是有那一家店 你的所有要解決的知曉度 就是那一個區域的人就解決了 當你的店已經開到兩三百家了 當然電視廣告就變得非常重要 所以 不是每一家都是要做電視廣告的 它一定有它的順序性 從我們剛才的85度C也看到這個 這是我們定位的知曉 那品牌的第二階段 就是要讓人家清楚的知道 我們這個品牌的定位是什麼 我也常常喜歡問人家說 如果我告訴你一個品牌 你可以馬上講得出來它是什麼 那表示它定位非常清楚 像我如果問你85度C 我想大部分都可以念得出來 蛋糕很好吃 麵包不錯 或者是咖啡很合理的價錢 假設 我們今天大家都知道85度C 但是呢 你一念呢 念出來的結果都不是85度C的定位 那坦白講也非常非常的悲哀 知曉度不是不夠 而是要你要清楚的知道這個品牌的定位 知曉是如何 所以我們很多行銷的動作 我們做了很多行銷的動作 不是只有要創造知曉度 而是要創造人家知道我的定位是什麼 我常常開玩笑講 如果有一天 你的公司只要創造知曉 不管定位是什麼 找我 我可以很便宜的讓你們公司 明天呢 全台灣人都認識你 都知道你這家公司的品牌 如果你是做食品的 我就創造一個食物中毒 明天報紙書報紙會報你公司的名字 你要這個名字嗎 所以知曉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強調的是定位的知曉 品牌定位知曉是 做完之後我們第二 第二個階段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要創造品牌的信任 品牌的信任對一些便利品來講 其實是簡單的 尤其是像食品這種東西 坦白講 只要不要出什麼塑化劑的案子 或毒奶事件的話 其實食品大家吃完好不好吃 都會很清楚 吃完之後蠻好吃的 你會信任說 這家公司做的蛋糕很棒 但是如果今天賣的東西 是比較複雜的 像醫療產品的話 那當然品牌信任 所要建立的時間成本 就越來越高 如果今天做銀行 如果今天多保險業 我看你大部分的時間 多在做這件事 如果你做保險業的業務的話 我相信你要把你的保險 賣出去之前 你要先把你的人賣出去 你就讓人家相信 所以因為你的產品的種類不同 我這邊有一張 我們先回來看這一張 我們說 這邊左邊那是相信品 最右邊的是搜尋品 什麼叫相信品 什麼叫經驗品 叫搜尋品 我簡單講 搜尋品就是 你買之前就知道 大家知道它好壞 買回去也不會怎麼改變 經驗品是說 你或許聽到85週期說 噢 那個什麼五星級的水準 那好不好 回去吃看看 你才會知道 這叫經驗品 那其實我認為 最恐怖的一個產品 是什麼產品 是 這種產品 是買之前你不是很清楚 然後呢 買回去之後 用完之後 你還不曉得到底好不好 有沒有這種產品呢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 早上吃扇唇的 這個習慣了有沒有 綜合維他命 我不曉得大家吃綜合維他命 是什麼想法 我也有吃 但是呢 我也常常忘記吃 那我沒有吃的那一天呢 我精神好像也沒有變差 然後有吃好像精神也沒有變好 那我不曉得 我知道吃什麼 那我吃的原因是 因為我相信他 跟我們在看病一樣 這個醫生如果你是相信他的 他給你的藥 你是看感冒 他給你的藥 你是相信他的 那你去看感冒 他給你的藥 吃了五天還沒好 如果你是相信這個醫生 你會怎麼說呢 你會說 你看這個醫生用的 都是天然的療法 用的東西都多麼溫和 這次是我自己的錯 這個病太嚴重了 如果你是一個 不相信這個醫生的 你去給他看病 看感冒 給你的藥回去吃一天 就解決掉了 而且 但是你是不相信這個醫生的 我相信 你心中一定會想說 這個醫生是給我什麼 淚不醇 給我什麼很不好的藥嗎 什麼一下子就好 所以 當你賣的東西 越接近這樣子的產品的時候 我們剛才講 如果是越接近相信品的話 那你的整個行銷的 我們剛才講的品牌的信任的階段 就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是接近經驗品的話 坦白講 賣食品最快的就是用 用什麼 試吃嘛 給他吃看看 好不好吃 不是就清楚了嘛 所以 因為你的產品不同 你的信任的重要性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如果 這個也成功了 我們最後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 就是建立我們品牌的專屬資產 品牌專屬資產 從心理層面來講 就是要有一種讓人家 對你新品牌的認同 對你心理上 感覺你是一個 跟他是 有品牌個性 有跟他在一起的 像剛才 巴蜀圖錫 後來拍的那一支 那麼 讓你感覺非常不錯的 希望在 情感上 他能夠贏得亮你 但資產 品牌這當然有其他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不再多談了 好 但是這 後面要做這三個東西 都需要一個很好的品牌的產品 成本效應 假設沒有這個成本效應 你不可能建立好的信任 如果產品不符合顧客需求 顧客讓你的廣告吸引了一次 去用完之後 再來對你的東西 感覺就是這麼爛 那我相信後面的信任不會產生 那這個品牌也不可能會產生 所以我們剛才 我 非常 我看了大部分台灣的品牌相當成功 幾乎都有這種特性 我剛才還在聽85度C的個案 我也發現這樣子的特性 你可以看到兩個video 在美國也好 在中國大陸也好 他們都在做的事情就是什麼 make sure他品質是沒有問題的 這件事情如果沒辦法做的話 其實後面再多的廣告 只是創造更多的網友 會去跟你寫地雷的事情而已 這個意義就不會是非常的大 所以這個我們所謂的品牌 四個階段 四個階段 所以我們說 第一個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你的客戶 第二個你的定位是不是能夠吸引他 第三個 你的東西是不是能符合他 滿意他的需求 讓他產生信任 第四個 你是不是建立很強的專屬資產 這是我們講的四個階段 這邊我像 沒關係我們這個等一下 Q&A的時候我們再談好了 差不多 還剩十分鐘 我們就 讓他在Q&A我們再來談 謝謝各位 謝謝 需要頻 gelecek 謝謝 谢谢大家